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这样的恶作剧触碰到了法律 所以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 不过王一博也并没有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 在前几天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新歌 这是他的第四个个人单曲 在之前也是很多粉丝非常期待的 在新歌发表之后呢 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 关注的最多的自然就是这首歌的销量和整体的数据 王一博的新歌《我的世界首则》正式上线了 这首歌呢 粉丝们也是等待已久 从目前的销量来看 能冲到多少还是一个疑问 大家都在看着能冲到多少 从新歌发表之后的数据公开来看 仅仅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销量呢就突破了千万 而这也让王一博成为数字单曲 破千万销量最快的歌手 虽然势头很猛 总体的销量也非常不错 但是仍然在顶流圈内没有非常靠前 近日 王一博新歌上线没有多久 喜皮粉到肖战超话为王一博的新歌做宣传了 引发网友热议 众所周知 肖战和王一博两家粉丝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僵 这位粉丝呢 也是真爱粉 在网友表示 是不是王一博新歌销量告急 所以才想多拉拉销售 王一博新歌发布一小时的时候 销售额呢 已经突破了950万张 按每一张三云来看 就是285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 可以说 来势汹汹 对于王一博这种流量型小声来说 单单只是看王一博发新歌第一天 就能看出他的号召力和音乐领域的实力 毕竟 专辑一直都在 粉丝们都会选在在第一天进行购买支持 还有很多粉丝反馈 在买专辑的时候 网络非常卡顿 买专辑花了很长时间 所以在这之后销量很可能会反弹 将更加的突飞猛进的增长 新曲《我的世界》首则 专进详情是 我是我的样子 讲自己的故事 不去迎合别人活 才会觉得有意思 此曲一发 直接飙升到了单曲周榜第一的好成绩 其实早在12月8号 王一博刚发了有匪的主题曲《西威》 当时粉丝嘴里说随便买买 最后呢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张的好成绩 王一博这一年来的处于疯狂割韭菜的状态 在这首歌之前已经呢出了一首新歌 所以粉丝的课金能力下降也是可以理解 这首歌呢 也是王一博表达自己态度的歌曲 从歌词就可以看出 王一博想要向大家传递的话 不去迎合别人而活着 王一博的新歌《西威》呢 销量和预约人数完全不成正比 总销量CP粉占了70%多 可见 CP粉这个群体 对于王一博还是蛮重要 这次新歌上线 大家都在看销量占比 是不是有视CP粉领先尾粉 除了在课金能力之外 很多时候呢 在空评方面 尾粉也比不上CP粉 可见 这个群体非常大和活跃 而且呢 距离电视剧播结束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次 粉丝到肖战抄话题 为王一博新歌进行宣传 文案也是非常的正面 不过 这种行为得不到认可 毕竟这和肖战 以及粉丝没有任何关系 明目张胆的 为其拉销售 是有点吃相难看的 不过热爱呢 也是真的 前整个娱乐圈的顶流歌手 偶像其实非常多 基本上 大家的数据 都是非常扛的 而且 一旦偶像出了新作品之后 粉丝们更是通过各种方式 去给偶像助力 不过 到目前为止 还是肖战的个人单曲 光点的销量最高 其实 在短时间内 肖战的这样数据 是很难超越 毕竟 粉丝基数大 而目前的人气和热度 又在不断地攀升当中 可以说 如果他是顶流当中的第二 没有人敢轻易说自己是第一 这就导致了 在王一博的粉丝 纷纷开始炫耀 王一博目前的战绩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说 也仅仅才是销量破千万而已 有超过肖战的数据吗 更有不少人表示 肖战即使是顶流 单曲销量当中的天花板 所以 很期待王一博能够超过肖战 这怎么听 其实都是一句讽刺呢 毕竟 要超过肖战的数据 还是有一定距离 在前段时间 2020年媒体推选的 四大顶流也出炉了 分别是肖战 王一博 易烊千玺 和蔡徐坤 确实 他们四个的上榜 是在一流之中 首先说肖战和王一博呢 是必然会上榜 毕竟 他们在近两年的发展势头 确实非常猛 易烊千玺更是顶流当中的 长青树 蔡徐坤呢 在今年的发展 也是步步高升 在参加选秀节目 担任导师之后 又出现了不少年度歌曲 让更多的人 见识到了 他的音乐实力 所以 他在顶流当中的位置 也算是非常的稳固 回到王一博这次的单曲销量 从整个数据来看呢 CP粉的贡献 其实是非常大 CP粉贡献的销量 也是让不少人觉得 非常的意外 从某音乐平台当中的销量榜单 可以看出呢 基本上 王一博的各种CP粉丝 会在榜单的前几名 其中 步伐有肖战和王一博的 CP后援会 赵丽颖和王一博的CP后援会 当然 整体的销量 大部分呢 还是靠王一博的纯粉 撑起来 目前 王一博更多的其实 是在往影视路线走 但是 他在近期发表的单曲 确实不算很少 现在已经是他的 第四首个人单曲 而其实 在之前他一直都是 跟随组合活动 所以基本上呢 没有出过个人单曲 在走红之后 才渐渐的 有一些个人的作品 王一博还是非常重视 这次的作品呢 不仅请来了之前 在YG的 著名制作人 这位制作人 也是跟 各种爆火的 男团女团合作 知名度 还是非常高 更是用自己自拍照 做 粘记的风月 给了粉丝一个 非常大的惊喜 王一博的新歌 《我的世界守则问世》 让人瞩目的 绝对是王一博的 海报造型 从最初的黑白风衣 头戴礼帽扮遮面 一股神秘感 油然而生 不得不说 王一博如今的 时尚资源 一直都是 小湘峰路线 满身的 香纳尔单品 果然是行走的 香波波节奏 多套服饰呢 都是女装 大量的即适感 真心想问一下 王一博的橱窗 都被香纳尔 承包了吗 为何 一直在走 小湘峰的游走呢 让万千少女的 心神 荡漾 一个男神 把女款衣服 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的有点 惊艳过头了 最新的约热MV中 造型在一波 黑白科技感 十足的律动中 若隐若现 王一博的 硬原色绿色 增加了时尚感 特别是王一博 梅丁特别的亮眼 让人一瞬间呢 感觉非常的惊艳 这个梅丁的造型 真的是 太野 太时尚了 不知道有没有 被这个独特的设计 给震撼到呢 王一博自身气质 很容易呈现一种 孤冷的压迫 有种贵气的 时尚姿态 很萨 很转 这次大胆 尝试了梅丁造型 果然是潮流前线的标榜 给造型师 夹鸡腿了 不过这个造型呢 王一博的粉丝 却有些不买账的节奏 粉丝留言 好看是好看 就是 看着好疼的感觉 粉丝在线心疼王一博 大呼 看着妈妈 都心疼了 王一博 如果你真打了梅丁 我们集体揍你去 粉丝脱皮 当妈粉 果然 是躺在心肩上的男人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种幸福感呢 也只有王一博 一人独享的分了 自从王一博走红以来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阻力 基本上的争议和质疑 是一直伴随着 他的成长 在之前一段时间 质疑他整容的消息 也是非常多 感情绯闻呢 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不过 这种质疑和绯闻越多 越证明着 王一博目前的发展 是非常不错 是被大多数人所关注着 目前 他和肖战两个人呢 也算是娱乐圈中 两大顶尖顶流 肖战现在人气 已经达到了 发一条微博 或者是动态 就能够登上热搜榜单 第一名的程度 虽然 王一博还没有达到 这种地步 但是整体的人气呢 也是比不少的流量明星 好很多了 对于现在的 王一博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 拿出更多 更好的作品 虽然很多观众 和王一博团队 都对他和赵领 合作的电视剧有匪 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其实 从目前播出之后的 效果来看 并没有达到 足够的反响 而且 王一博的演技 也在当中 受到了不少的质疑 目前王一博 还有非常多的带播剧 相信 在之后的作品当中 王一博也会 逐渐进步 好了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你们喜欢王一博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加个关注 我每天都会更新哦